拍照修完图示的美女不难 但想要在现实生活中 脱颖而出人见人夸的 质感很关键 决定你美貌天花板的 四个高质感思路 各位姐妹今天一定要听好了啊 首先就是穿搭 不管是各大品牌秀场 还是知名博主们的穿搭 最耐看最有气质的 还是极简概念风 化繁为简是关键 所以普通女生想要穿出高质感 那就得杜绝掉一切的 网红啊 辣妹 或是过于复杂的元素 比如说千玺Y2K 大面积陆夫的 不是说这些风格不好看 而是这类型的 真的太挑身材妆容场合了 穿不好就很容易显廉价 所以尽量去选择一些 版型比较基础 面料上层且百搭的衣服 我衣柜里80%都是黑白灰坨色的 经典实穿 不管什么场合都能挑的合适的 比如前几年打网球的这套 针织开衫 以及出门看展的贵旗外套 哪个look不是简单干净又大气的 这个季节推荐你们试试 调文背心加上微辣牛仔裤 外面再套个长风衣 走在路上回头绿针的爆棚 太有气质了 其次就是配饰 质感女生的视频们 都是属于脸的坠陪衬 主打一个紧上添花作用 所以小而精才是关键 不论耳钉 首选珍珠啊 贝母或者是钻钻的 质量不要超过一个硬币大小了 这类型的戴上就是千金本金了 手表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戴这种 细的皮表戴的 趁着手腕鲜细又秀气 举手投足都是优雅气质 接着就是指甲 不要再做那种上面蛮是钻钻 还要延长好几厘米的指甲了 不仅容易断 还超级无敌贵 而且大多数的男生女生 都理解不了这类型的指甲 追求质感的姐妹 保持一双干净 没有死皮到刺 长短适中的指甲就可以了 要做就选裸色 美甲的镜头真的就是裸色 温柔干净 显手白 长一段时间还看不出来 我真的想不到任何裸色的缺点 发色也得选深色的 浅色真的就只适合idol路线 稍微不注意打理 就会显得特别不高级 我这两年一直都用的是 泡泡染发剂的烟熏棕色 真的超显气质的 最后就是要多多练习微笑 好看的笑容是最具有感染力的武器 仔细观察你身边的美女怎么 是不是都超级微笑 所以一定要注意表情管理 平时没事的时候 就多对着镜子练习练习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角度和表情 让肌肉形成记忆 久而久之就有美丽的微笑啦 好啦 今天这个质感美女思路 你学会了吗 有用的话记得回来感谢我哦